他是乌克兰的荷弹头 他是东欧的罗纳尔多 他是基辅迪纳摩在欧冠掀起青春风暴的主角 他是AC米兰军临欧洲建立王朝的破阵长江 他是中年二度创业 却迷失在蓝桥的追梦者 抛去这一切身份 他永远都是教父洛巴诺夫斯基的继承者 他是乌克兰足球的守护者 护骑士 舍负秦柯是力量和技术的结合体 他犀利的突破和绝佳的跑位意识 令其具有难以想象的杀伤力 左右角的射数和炉火纯青的强点 令他成为对手禁区内的梦魇 八十年代的末期 尽管整个乌克兰都生活在 切尔诺贝利和辐社的阴影之下 但是舍负秦柯的母队基辅迪纳摩却风头震惊 在教父洛巴诺夫斯基的率领下 他们不但称霸苏联足探 甚至还斩获了欧洲优胜这辈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舍瓦成为了基辅迪纳摩青年队的一员 在洛巴诺夫斯基的妙手点拨之下 平民球队的基辅迪纳摩 竟然成了全欧洲最值得期待的造型工厂之一 而舍负秦柯 这是这位乌克兰足球教父 在驰目之年 带给世界的最后惊喜 1997年到1999年 基辅迪纳摩对于黑马的形象惊艳欧 舍负秦柯也正是凭借在欧冠这座大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为世人输制 97到98赛季欧冠中 舍负秦柯迎来了一飞冲天的时刻 那一天 1997年11月5号 诺堪普的聚光灯第一次没有照向他们的当家球星菲格和李瓦尔度 而是被21岁的舍负秦柯吸引了所有的光芒 舍负秦柯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帽子戏法 帮助基辅迪纳摩克长4.0大神巴塞罗纳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 基辅的球迷们知道了 他们已经很难在留住自己俱乐部历史上最罕见的足球天才了 一年后 当舍负秦柯在欧冠赛场又三次敲开皇家马德里的大门时 基辅的球迷怀着复杂的心情送别了他们的孩子 意大利有些遥远 但他与舍负秦柯的梦想却无限接近 1999年 正值AC米兰俱乐部的百年华诞 在红辉军团100年的历史上 他从来没有一个外籍球员 在自己的处子赛季就能成为一家联赛的最佳射手 但是舍负秦柯 用24例联赛进球 做到 在多个赛季引员不利的拓柄中 加利亚尼终于为圣西罗带来了一枚威力十足的核弹头 更让红黑球迷畅快淋漓的是 这枚乌克兰的核弹头 是同城死敌国际米兰的头号可信 他的到来 结束了红黑军团连续6年 不胜死敌的窘境 也正是他的到来 导演了米兰得比史上最悬殊的一场6比0的大事 在最美妙的02到03赛季 正是踏着蓝黑军团的伤悲 红黑军团挺进了冠军杯的决赛 点球大战很残忍 但他是决定冠军归属的唯一方式 老特拉福德的静莫里 希多夫发丢了点球 卡拉泽发丢了点球 但是AC米兰的门将迪达 扑出了对方的三立点球 最后一个出场的舍负琴科 成为了冠军归属的决定者 这是AC米兰历史上的第6座冠军杯奖杯 却是乌克兰人第一次与欧冠金杯的触碰 谁能读懂他忘情的泪水 谁能理解他深深的渴望 谁能读懂他的那一句 一个乌克兰人永远不可能赢得世界杯 冠军杯就是我的世界杯 欧洲金球奖 承载了恩师的又一个疏愿 而那个所有乌克兰人的疏愿呢 那个乌克兰足球无限梦想 却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杯舞台 终于在2006年 向他们张开了怀抱 舍负琴科奋斗了12年 1998年 乌克兰战斗到预选赛复加赛 被克罗蒂亚队无情的淘汰 2002年 再次战至复加赛 却遭遇强大的德国队 而2006年 舍负琴科无比羡慕他的亚平尼伙伴们 他们把大力神杯带回了意大利 乌克兰是不可能赢得世界杯的 但他们赢得了不逊于冠军的掌声 尊重和世界杯八强的历史最高荣誉 世界杯冠军 无法驱散电话门对意大利足坛的影响 圣西罗南看台的挽留 也无法改变舍负琴科的出色 舍负琴科 没能兑现复仇伊斯坦布尔的诺言 当曾经的队友 彻底摧毁红军利物谱的抵抗 享受复仇的快意 第七次将欧洲冠军杯的奖杯 带回米兰城的时候 舍负琴科 正在伦敦城苦苦的见 他饱受伤病的困扰 更饱受世人的治愈 蓝军 挺进了07-08赛季欧冠的决赛 这个舞台上曾经最优秀的演员 却彻底沦为了观众 2008年 当舍负琴科带着斯坦福桥的失落 重回圣西罗时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风驰电掣的旗号 当他带着英雄没落的悲凉 返回米兰城的时候 难看台 已经不再有了应有他头像的旗帜 他说 这是回家的感觉 但他的家已不再温暖 他的7号球衣早已有归属 他穿上了76号 一个与他生日年份相同的数字 却再也不负7号之用 只有基辅迪纳摩 还可以用温暖换回他 他不再是米兰城的英雄 但他永远是乌克兰的英雄 即使是在2010年的世界杯预选赛 乌克兰第三次落败于富家赛 第三次无缘世界杯时 黄山球迷们 依然感谢他们永远的偶像 安德烈 舍父秦科 即使当他为失去最后一次 征战世界杯的机会 像个孩子一样 在庞陀大雨中痛哭失声时 黄山球迷依然拍在他的肩膀 告诉他 他已经为他们付出了一切 舍父秦科 把自己退役的时间 决定在2012年 决定在乌克兰足球 会被永远铭记的2012年夏天 他的祖国 以欧洲杯东道主的身份 受到了万众主 他用两力进去 让乌克兰陷入了狂欢 在最后一次为国出战后 舍父秦科安静的离场 这是舍父秦科 为自己设定的告别仪式 很多人 直到今天仍在感叹 如果舍父秦科 从来没有离开过米兰 会怎么样 如果舍父秦科 在米兰城结束职业生涯 又会怎么样 舍父秦科自己说 人生没有如故 他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关于舍父秦科 我们只要记住 他曾经带给足球世界的 激动与感动 就已经做